钞票没有人不爱 特别的钞票特别有人爱 去年不是庆祝建国百年 央行发行了这个三开百元纪念钞吗 那时候开卖的时候差点引发暴动 但是抢破头的人可能很欧了 因为那些值钱的特别号 像是一堆八呀一堆六啊 早就被央行都给抽出来了 十月四号开始要公开标售 但是你想抢标的话 你必须要知道怎么样用电脑上网 还得自备读卡机 那很多要是老人家想要 但是都没有怎么办呢 恐怕会引发争议了 我们挂起来我们挂起来 我们挂起来 挂起来我们挂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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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开卖差点在台营引发暴动 但值钱的早就落在央行手中 事先我们就已经抽出来了 而且是对外宣布我们要公开的开卖 压箱宝是74组特别号 英文字母QU开头代表第一版 数量少地价比较贵 热门号码通通2500起标 其中QU888888 市场预估结标价冲上10万块 第二名QU666666 喊价也有6万多元 另外像是000001和100000 也很强手 大概有是25万到30万的价值 就等于就说13张了 不完整的就后面三个 后面四个号码一样的 那个是完全没有用 不只对号码有意见 央行委托台营代为拍卖 规定民众必须上网下标 除了年满20岁拥有国内晶片金融卡 还得自备读卡机 央行强调这是第一次公开拍卖 网络作业就是要顾及公平性 但如果没有电脑 或者是没有读卡机 怎么办 双重门槛恐怕钞票还没开标 已经引发争议 昨天新闻流量和范馨于台北参谱岛